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跟車友們來分享的車款 是三寧的Outlander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種的房車 後座的話有一個東西叫標準配備 來這邊 這個是兒童安全座椅 而且這個是很棒的RECALO的安全座椅 所以這個是在這樣 這介配嗎 不是不是RECALO沒有請我代言 可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RECALO的椅子 曾經有兩台車車上裝的都是RECALO的椅子 那今天的車友要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這個是算是台灣算二代 二代的Outlander 那這一款的話是二區還是四區的 這一台是二輪驅動的二區的 那車主的話其實原先也有改裝了輪胎 鋁圈還有後面的離載鑽還有一些東西 那小馬今天的車高大概要調多高 兩指 兩指這樣的降幅還蠻多的 如果車友的話用車頻率比較高 那這一台是降下來幅度比較多的話就會建議要加裝仰角調整器 那一樣因為後方的話 Camper的角度會比較趴 所以就會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但車友今天其實本來車上裝的避震器也是還蠻不錯的 跟原廠比較起來操控性也會好很多的 這個是KYB的黃桶 KYB的黃桶 不久之前有分享過的是車友改裝的是KYB的藍桶 那這個都是KYB黑桶之外 比較進階的一些版本 黑桶的話 嚴格上算是品質比較好的副廠產品 在日本來說它並沒有針對黑桶做主意的異動 但黃桶跟藍桶的話就都不一樣 有的是還行程會變短 可以比較適合搭配短彈簧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像這樣的避震器 在KT改裝來說 像KYB的話它就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但是KT的話 這台車前面跟後面的上座 我們都有附一個新品 都有附新的 這個也是KYB的短彈簧 全部都是KYB的套裝零件 那改成KT之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台車施工上 一般來說我們大概都要4小時 可是我們即時因為安裝過很多很多台的Outlander 所以包含磚孔不到2小時就搞定了 現在是幾點我也不曉得 好像一個多小時而已 這個是Outlander的內裝 因為它的後面避震器是上方 是密蓋是密封的 所以看不到上座的結構 那車友們要調整KT的阻鑼 軟硬度的時候 那就很麻煩 需要整個避震器卸下來 調整好再裝上去 如果覺得太硬太軟 還得要再拆裝一次 所以KT的話 有附了一個延長的調整機構 就是這一支 所以這一支的話延伸上來之後 就可以從車體裡面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會比較方便 軟進去會比較緊 好啊好 我們要見面了 好從這個地方可以從這裡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那這一邊的話 它算是一個小小的支屋盒 所以支屋盒拿起來之後 就能調整得到 可是駕駛座那一邊 那邊是密封的 所以會在駕駛座的 駕駛座後面的這個上方 會稍微鑽一個小孔 會比較醜 所以還是得要看車友啊 有沒有經常會做調整 如果經常會做調整的話 還是建議鑽個孔 那這個附贈的調整機構 調整起來就會比較方便一些 那我們來看避震器 避震器的話 後面的是配置了160場7公斤的規格 然後同身的調整 車高的調整是靠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把這個角度往下挪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的話就會變高 所以車高的調整是靠下方這個基座 那這台車安裝上 就比較沒有像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那樣的複雜 這個結構的話 安裝會比較簡單 但這一個世代的有一台是 3.0 V6引擎 它的後面彈簧跟避震器就是分開的 那一款是進口的 可是那一款車的話 我相信在台灣車友們 因為那一台車很少 二代的V6引擎3000的 後面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一款是進口的 那一款避震器的話 台灣應該是找不到改裝避震器 只有一間的廠商有做 就是KT 那這個後方的話 上座KT都有附新品 那這個車友也有改裝了可調式的離載串 這個是後面的結構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這個車友的車台固的很漂亮 前面的話 車友也有改裝了可調式的離載串 其實這個離載串的話 如果改裝其他品牌的話就不一定 但改KT的話 是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上方的話在這裡 這個是上座 在上座中間有一顆旋鈕 這一個KT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所以不需要在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KT就有附一個新品 這裡有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那調整軟硬度之前 有一個狀況就是先確認好胎壓 因為有很多的保養廠或者是車主 習慣比較高的胎壓值 那如果原廠的避電器的話 可能像這個輪胎是18的吧 225 55 18 這個225 55 18 如果原廠的一個避電器的話 可能達到偏高的一個胎壓值 38 39 40 PSI 之類的都還可以 可是改裝KT之後 對胎壓的要求就非常非常的嚴苛 因為路感回饋變直接了 所以跟路面接觸的一樣零件就是輪胎 所以輪胎的胎壓就顯得非常重要 那像這個日系車在駕駛座 門打開啊 B柱的下方就會有一個建議值 像這個輪胎的話大概是 冷胎壓大概32-33 PSI 左右 所以胎壓設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設定阻尼 那阻尼的軟硬度調整 還蠻簡單的啦 左邊跟右邊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有關係 所以阻尼的設定之前 先調整好胎壓 再來設定阻尼 左右邊對稱 這樣就完成了設定 那每個人想要的一個軟硬度的話 不太一樣 所以可以隨著自己 駕駛的需求來調整軟硬度 那前面的這台車的設計 我們的一個像彈簧的設定的話 經理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大概就知道 如果休旅車的話 在前方的彈簧 我們大部分都還是配置這一條 比較舒適設定的彈簧 它的圈徑特別大 就是彈簧彈簧的外徑特別大 所以它的彈簧跟彈簧之間的距離 拉得比較開 就會比較舒適 像這一條彈簧 它會比直捲式的彈簧 還要來多出35%的一個行程 所以舒適度的話就會比較好 那像這些有一些油管固定機啊 還有一些ABS感應器之類 這些都是跟原廠零件是一樣的位置 這個的話是這裡的局部零件 其實它就跟30的FORTIS 是同樣東西 所以這些零件 它的底盤架構跟轎車款的30 FORTIS是共用的 只是差別在它的阻尼 還有它的行程呢 會因為車種而不太一樣而已 那前面的話 麥花城這個齒輪狀托盤 安裝完畢 記得要把它懸緊 要把它敲緊 像今天早上有一台奧德賽的車友 開一開之前可能有鬆脫掉 那在自己 削緊的過程當中 也緊度還不太夠 所以這個齒輪狀托盤 一定要記得把它敲緊 不用太秀氣 因為這個KT的用料都相當不錯 這個齒輪狀托盤是用鍛造的 所以它的能夠很耐得住 比較大力的敲緊 把它敲緊 開一開就比較不會鬆脫了 好那這一款車的話 我們在台中有10車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要比較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北區的話 KT的經銷商 中區的KT經銷商是 飛魚底盤紀元 還有南部的電機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車型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很歡迎大家來試乘 那今天的Outland直播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